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莱尔德9万赫极款国产导热垫的对比测试 顺便我们来讨论一下超软导热垫的厚度到底应该怎么选 在高端导热材料领域市场上一直都是国外厂商在把持的 比如说信悦 陶西 莱尔德 霍尼维尔 德国的汉高等等 其实国产导热材料的生产厂商也有很多很多 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只做2B的生意 就只对公司 个人消费者可能很少能了解到 那么就导热材料这个行业来说 我们国产厂商就没有想赶超那些国际巨头的吗 答案肯定不是 这几年我们国内的厂商其实已经有了突飞猛烟的进步 在某些的领域甚至已经超越了国外大派 但是可能是由于导热材料这个行业有它相对的特殊性 尤其是在2B领域 也就是对公司这方面 比如某个厂商的一个电脑型号的定型量产 它在各方面的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 而导热材料在其中的成本占比又非常的小 让硬件厂商去放弃稳定使用多年的国外型号 其实挺难的 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叫批次一致性的问题 可能都会让厂商的研发采购仔细琢磨琢磨 我们国产导热材料想要在高端市场发力 还需要给国内厂商更多的宣传和样本的案例 这可能也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国产厂商 泰基诺 据我的了解 泰基诺是有着完善的研发测试生产体系 导热材料的产品体系也比较健全 有很高的产品质量标准的一家公司 这里有他们的官网 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了解 虽然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内测 但是作为零售 更多的还是要看消费者的使用反馈 交给时间让大家来评判 好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参与测试的四款导热垫 分别是莱尔德的HD9万 泰基诺的LV800和泰基诺的US1200 还有我们GK7石墨导热垫 他们的参数如下 我们只看这四个相对主要的参数 也就是导热率 热阻 硬度和聚员性 我们分别简单来说一下 莱尔德的9万是这里面最软的 它的导热率7.5 硬度只有22 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产品 泰基诺的LV800 它的导热率是8 硬度40 这个LV其实就是Low Volatile 就是低挥发的缩写 厂家定义为是一款挥发率更低的型号 他们有详细的对比测试 各种一样的实验 在进行多少多少度的热存储实验中 渗出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虽说它硬度是40 但是实际的硬度体感上 可能只是比埃尔德9万略硬那么一点点 仍然属于超软导热垫的范畴 这种软硬质感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它自己有一定保持形状的能力 同时也具备良好的可塑性 第三个是泰基诺的US1200 导热率12 硬度30 这个US就是Ultra Soft 就是超软的意思 但是它也比9万硬那么一点点 导热率是12 这个一定是实标 这个1200是使用了淡化铝配方 这个淡化铝不是乱炒概念 是真淡化铝配方的 淡化铝可能是目前导热性能最好的导热填料之一 当然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 这款1200实际对标是德国汉高的一款顶级的导热垫 在这个等级里面 目前全球官宣并且量产的型号 据说只有汉高和泰基诺 它的导热性能应该是目前绝缘导热材料里头的天花板了 当然价格也很感人 我其实都很震惊 但后来我又了解了一下汉高的报价之后 我才感觉到我们国货不易 最后一个是GK7石墨导热垫 导热率40 硬度是35 虽然它看上去是很硬的一个样子 其实是因为外面有一个相变材料的外壳 它的低温状态下是固态 预热就会软化 它这个石墨导热垫内部是空心结构的 其实也是比较软的 可压缩性很好 上面说的这四款导热垫 除了石墨看上去硬以外 剩下的三个都是一个比一个软 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就会产生疑问 为什么这些厂商的高性能导热垫 都做的这么软 跟橡皮泥一样 这样真的好吗 其实高导热率 超软导热垫 是未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可能和个人消费者理解的不太一样 其实为什么做这么软 原因也很简单 他们都是跟着硬件厂商的需求来走的 因为现在的芯片功率越来越大 它的制程越来越精密 焊点的数量和密度也越来越高 这就对导热材料 除了导热性能以外 提出了新的要求 那就是不可以给芯片产生过大的 不合理的压力 如果导热垫太硬 或者说弹力太大 那么对精密的芯片和焊盘 电路板它会受到持续的过大的压力 甚至会导致电路板的弯曲变形 也就是所谓的顶板问题 这对于高功率芯片的长期稳定运行 是一个安全隐患 芯片的循环的热胀冷缩 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芯片的脱汗 甚至内部断裂之类的问题出现 比如那些持续断裂的矿卡 它长期高弯运行之后 本身核心显存就有了虚焊的隐患 然后你再用过硬的导热垫 给它过大的压力 那么它产生虚焊脱汗的可能性 就大大增加 比如显卡43之类的这种问题出现 但是那么把这个问题反过来 只要导热垫足够软就行了吗 肯定也不是 在软的基础上 导热垫它还要合理的支撑性 也就是所谓的导热垫的瞬间硬力 和残余硬力的一个取舍 大概可以理解为 导热垫它既要软 又要有合理的微弱的弹性 这是一种比较矛盾的力学性能 这就需要这些材料厂商 在研发的时候下一些功夫了 参加测试的显卡 是一个超龙3080 我们的室温大概是在27度左右 统一显存超频到1200 来进行一个哈希计算的测试 懂的都懂 我们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测试 仅仅是因为这种方法最简单粗暴 它对显存的拷打也最极限 并且在ETH进行的过程中 它的显卡的核心是降频运行的 能相对更准确的测试出来 显存的温度的高低 导热垫的厚度方面 超龙原厂的显存部分 是2毫米厚的导热垫 我们给这三款都使用了 2毫米厚的导热垫来进行测试 当然石墨是2.1 我们定制的改不了 像9万这些太软的导热垫 我们稍微会给它买一点厚度来进行测试 具体为什么这么操作 我们之前的视频也讲过 后面我们会再详细讲一下 为什么这么高 下面我们就展开我们的测试 好 那么经过了四次的拆装测试之后 分别都跑了20分钟 最终得到成绩如下 莱尔德9万是74度 泰基诺LV800是72度 泰基诺的US1200是68度 石墨导热垫是66度 先说石墨导热垫 我们去年做石墨导热垫测评的时候 也对比过石墨导热垫 也是比莱尔德9万低个8度左右 符合预期 泰基诺的US1200能做到比莱尔德9万低6度 在绝缘导热材料的体系中 能有如此表现 确实是非常惊艳了 泰基诺的LV800温度 比莱尔德9万低了大概2度 这个表现也基本印证了LV800 这个石标导热率8的预期 莱尔德9万是74度 和我们去年测试几乎一样的温度 其实这个测试 只是我们为了录制本期节目 又正规严谨的测试 录屏了一次 实际我们在之前 做过很多批次的大量的内测 也基本都是这个结果 那么温度测试完了 但是导热垫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导热性能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比如厚度的选择 正确的操作等等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可能更关键 那么结合我们的日常应用 从几个维度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分别是易用性 耐用性 价格和安全性 首先我们说易用性 易用性方面 石墨是最方便的 也是最简单的 它挨个放好就行了 手指度轻轻硬软就粘住了 9万是这里面最软的 LV800和1200 比9万只是略硬了一点点 其实也很软 都属于形状可塑的范围 其实在我们个人DIY这个领域 导热垫表现出来的这种超软 最大的弊端 可能就是易用性比较差 操作的时候 你不小心可能就会给拉薄了 导热垫如果虚接 就会产生温度异常 这个也是莱尔德9万网上 很多人会推荐 加厚0.5毫米来进行使用的原因 我们之前最早的视频 也都推荐大家马蹄型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测试 其实都是在加厚导热垫来弥补这个问题 只是这样操作的便利性就大大下降了 尤其是那些动手能力不是很好的同学来说 这一点是不太友好的 那么网上说的2毫米厚的间隙 直接使用2.5毫米厚的导热垫 是否合理呢 除了成本高之外 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这涉及到一个导热垫的 合理压缩率的问题 就是导热垫到底压缩多少才是合适的 这个问题网上有的研究其实很少 我们今天来简单说一说 经过我各方面的咨询和求证 这种超软导热垫的压缩率 理论上要控制在10%到30%这个范围 推荐是在20%左右的压缩率最合适 也就是说导热垫压缩20%以后 它既不会给芯片过大的压力 也能保证导热垫的紧密贴合 不会松脱 不会虚接 并且在合适的压力下热阻更低 导热垫的性能表现出来也会更好 就以这张超龙3080举例 经过我们的奔方法进行测试 显存和散热器的间隙 在1.76到1.8毫米左右 因为散热器它不是绝对平的 核心上面的显存和下面的显存 和散热器的间隙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 每个显存颗粒的焊接 也不是绝对的平的 我们就按1.8毫米来进行粗略计算 如果使用这种2毫米厚的超软导热垫 它的压缩率只有10% 就2毫米压缩10%是1.8 这个数据刚刚及格并不是很完美 如果使用2.5毫米厚的导热垫 它的压缩率是30% 又接近的上限了 压力会比较大 也不太好 如果使用2.25毫米厚的导热垫 它的压缩率基本就是20% 这个数据就比较完美了 并且操作的时候 还不需要去码厚度这种操作 便利性能大大提高 但这里特别说明 就不是所有的设备 原来使用2毫米厚的地方 都可以使用任何型号 任何硬度的导热垫 加厚0.25毫米 这个是要看导热垫的硬度 根据实际的间隙 来计算这个溃缩量 综合判断才行的 千万不能都加厚0.25 那是不严谨的 下面说说耐用方面 莱德9万网上有各种说法 当然我们前面说的 压缩率问题控制好了以后 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 24小时高强度的挖矿锻炼 它也能在8个月 到一年左右的一个寿命 打游戏的话 可能会耐久的多 毕竟谁也不可能 24小时一直玩游戏 当然也会有人说 9万是不太耐久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虚接了 尤其是使用2毫米厚度的 3080显卡或者3090 它本身的间隙是1.8 导热垫只有2毫米厚 在操作的时候 又不小心有点拉薄了 那么很容易会因为外力的原因 产生导热垫的虚接 从而导致短时间之后 温度异常 说到耐用方面 太吉诺 它是一个大家不太了解的品牌 也没有赶上矿潮这一波 虽然他们自己在军工 通信很多国内一线大厂都有合作 我认为他们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 还需要靠更多的时间去见证 才更有说服力 最后是石墨岛这点 它的耐用性方面 经过了一年的销售之后 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反馈 经过接近一年的高长度锻炼以后 它的性能几乎是没有衰减的 本身石墨就是一个稳定材料 耐久好也是理所应当 然后再说一下价格 以莱尔德9万作为参照物的话 泰吉诺800可以说是有一定的价格优势 并且不用担心高仿假货这种问题 性能更好的 使用了氮化铝配方的1200 它这个价格确实就比较贵了 可能更适合追求极致的同学 或者有特殊需求的朋友 石墨导热垫的性价比其实也不太高 导热材料这个东西 在达到某个层级之后 想再提升一点点 从研发生产的层面付出的努力 可能都要翻很多倍才能实现的 性能和价格 大家各取所需 就是最好的选择 最后一个说安全性 其实就是说绝缘性 莱尔德9万 泰基诺的800和1200 都是绝缘材料 可以随意使用 石墨导热垫是这里面的另类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绝缘的材料 虽然它外面包裹了一层 橡面材料的外壳 但是它的内部并不绝缘 虽然出现问题的概率 可能也非常低 但毕竟它有这个风险 好那么最后再来一句话 简单总结 看到我们国产导热材料 能有如此的表现 感到非常的欣慰 在高端导热材料领域 我们的国货不是不可以 可能只是研发投入成本控制的一个问题 再给我们国货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信任 我相信我们也可以 好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 给我们来个一键三连 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 有时间的话 欢迎大家来逛一逛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